主席 政府官員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先请农委会副主委 我们请陈副主委 李永远好 副主委好 刚刚有提到 有关我们在加入WTO的时候 是最鲜明的例子 是来协助我们农业来进行救济 受进口损害的一个救助 还有就是转型 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当初农业发展条例52条53条 到底执行的状况 除了金额以外 对于整个农业的竞争体质的改善 做了什么样的具体成效 是 跟委员报告 这个我们花最多就是调整耕作制度核化 那这个制度是从民国82年 稻田转座开始做的 那82年开始那时候是用修耕的方式 那这几年加入WTO 我们就认为说一直修耕补贴 这不应该是长期的 所以从100年到103年 我们已经把修耕20万公顷 给它活化了10万公顷 现在我们修耕剩10万公顷 在这两年还继续在活化 那包括槟榔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山坡地跟平地的槟榔 虽然是尤其是遗农木地是合法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利用转座 让它转座成其他的作物 所以这是我们在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基金用的最多的 那第二个就是产列调整的部分 那第三个才是进口的损害救助 所以进口损害救助是这几年来总共才用18.97亿 那我们在稻田调整工作制度方面 花了1130亿 进口损害的救助只花了18点多亿 对不对 19亿 那我请问农发条例第52条第三项 成立救助基金 这个部分当初三年预算拨1000亿 这1000亿现在在哪里 这三年预算拨1000亿 当年并没有说三年就拨到1000亿 那这个部分是每年都有在办理调整产业结果 现在还有多少钱 目前结以是27.21亿 那这1000亿到底拨了多少钱进去 总共国库是拨了1537亿 如果拨了1537亿 您刚刚说用于救助进口损害的部分 1347亿 1347亿超过1000亿 承诺了超过1000亿 那你刚刚说救助损害的部分 不过就18 19亿不到 那剩下的钱跑到哪里去了 就是刚刚跟委员报告就是调整 耕作制度这个修根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要加入TPP跟这个RCEP 那需不需要更多农业损害的救助基金 这个跟委员报告 从101年到104年 大概每年国库都拨了80亿到100亿 像今年到10月份就拨了93亿 那是行政措施啊 我们是定法律的啊 我们是法律显明白1000亿啊 对 但是就是从国库拨到基金里面的经费 你基本上就在做 还是回到你那个所谓的 刚刚前面提到的嘛 这些修根啊 这些费用 对 这个基金是动本的 它不是1000亿在那边不用的 我知道 其实那当初立法写 立法者没有写清楚 他不能动本 现在一毛钱都不剩了 你现在变成一个流动性的基金 你只是把钱把预算拨进去而已 你把立法委员的善意 全部变成就是把它消耗殆尽 1000亿这么容易啊 请问 TPP RCEP 一旦签了以后 我们农业 遇到的挑战 它的规模会比WTO要大还是要小 应该是比较大 那钱从哪里来 你这个已经把1000多亿都耗掉了 钱从哪里来 请问 好 现在请经济部 请问经济部 麻烦请 你们准备的900多亿 加上今天又搞一个基金出来 做利息补贴是不是 是 那这个多少钱 大概整个982 再加上这个基金 大概100亿 大概1082亿 工业部分 还是农业部分也包含在内 都可以 都可以用 好了 那现在够用吗 单单一个农业就够用吗 好像我看了 我以为那个只是给工业用的呀 只是给我们中小企业 不是吗 大概这样 跟委员再报告一下 就是 刚刚也提到 就是在农业的部分 大概就是 由农花条例去试用 农花条例已经没有钱了嘛 1000亿我们要再改吗 他每年大概除夕编了大概八九十亿 对啊 那就是流量而已了嘛 对不对 当初那个保本的基金啊 我很早第五届的时候 我就已经批评过 可是啊 那个时候民进党执政 根本不甩你 就拼命花 花光了 结果现在每年拨预算进来 请问那个预算到底是 经济建设条 经济建设资金呢 还是什么样的资金 它的性质是什么 还是社会救助基金 它是属于社会福利基金的钱吗 这样子的钱是社会福利的钱 还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钱 这属于我们农界计划 经济发展方面的 经济发展 每年花个几十亿 相近一百亿 而且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大 对我们的经济发展 请问它这样子可以创造出 我们多少农业产值 你每年花一百亿好了 它可以创造多少农业产值 农业产值应该是都有增加啦 不要管多少增加 你总有个评估吧 多少钱 创造了多少钱 我头一百亿进来 替我增加多少钱 这个我们可能要加总 根本没有多少啦 因为你根本是救助嘛 对不对 你只是为生而已吧 你把它修根嘛 你把它做 你做转型的话 那个都是 假定我们今天要算数字的话 人家是一百亿 你这边能够到了十分之一 我就谢天谢地了 实在是不符合投资的成本效益 我今天不是在责备农委会 而是我今天为什么请农委会来做这个说明 做这个说明的目的是在讨论 这个整个的条例 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地落实 所谓的产业转型的问题 农业是一个最基础的 然后后面还有食品加工中小企业 对不对 这整个的流程 整个可不可以真正做到 根据这个资源条例本身 它的功效有这么大吗 这个资源条例本身 它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 在我们经济开放 自由开放的时候 它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再请问一下 如果按照刚刚张委员提到的 美国的TAA Trade Adjustment 这样子一个过程的话 您知道这里面 它影响最大的 它最大一块是什么 我们还没谈到 是劳工 是劳工 你这个报酬 你这里面写了多少劳工的 你都附带 你都用附带的 劳工的重新的转型 再教育 失业的补贴 人家甚至可以补贴到两年 那还是最大一块 我们都还没谈到 你看看单单一个农业 我们就已经搞了这样的灰头土脸 我们只想到中小企业主 但是劳工呢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请巧现在谢谢这个附助 我想请这个我们次长 你们现在怎么办 因为你现在你是负责代表 那请你看看农业 中小企业是你们的 劳工 对不对 劳工是劳动部的 劳动部他自己有编 那整个的这个编划 这个预算够不够使用 有没有细节 大概在整个目前 这个982亿里面 经济部大概415亿 国发基金大概200亿 卫福部1.4亿 文化部0.7亿 劳动部呢365亿 整个加起来是982亿 请问假定我们今天 假如今天TPP真的通过 RCEP真的通过 有没有做一些scenario 我们有多少劳工会受到 因此受到影响 他如果真的失业的话 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转劳工的 这个就业的转型 他的职能的重新转型 如果他不能转型 我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配套 能够让他安享 他的余年 这个部分应该我们的 这个住库啊 应该会根据 我们的智库啊 所以你今天提出来 我以为这个是像这个基本法 像我们的调整方案的基本法 你这个基本法都没有嘛 这个整个概念都没有 什么时候开始做 所以我才想到一个 我看到这个问题以后 我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好 我们要调整了 哪一个部会首长 或者是政府的负责官员 他是负责整体的协调 我们有没有一个专案办公室 有一个负责委员 或者是部长 或者是委员 政务委员 大概跟委员报告 我们有一个政策会 副院长当召集人 这里面有写吗 这以后会规划 然后呢 经济部部长 还有农委会的主委 是副召集人 大概有这个 那这里面有他的组织吗 都没有 第15条 他是一个ad hoc committee吗 没有 他就是在法令授权下 这个固定的 你看看 交起相关机关学者 哎呦拜托 我要求的是一个专责机构 进行整个贸易 因为贸易自由化 产生调整 必须有的专责机构 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不是吗 刚刚我只是想 拿农委会这个例子来说明 这是一个全盘性的调整 是你整个产业结构 全盘性的调整 这个在立法说明里面 有稍微把它稍微 比较明确 就是说 这里有讲副院长吗 有 有讲副院长 只讲副院长 赵齐人 有副院长 赵齐人 成立一个ad hoc committee 就这个意思吗 对 对不对 你没有把这个事情 当得这么很严肃的看待 不管任何一个政党 现在看起来都要加入TPP RCEP 我个人是完全不乐观 但是 好吧 你就要去加入吧 你看看 你要做多少的说服 跟准备的工作 不是这些 这些候选人随便讲一讲 我们要加入TPP RCEP 大家觉得很舒服啊 它是面对实际的问题的解决 要从经验的传承 国外的一些制度 然后把它变成 把它真正的 把它落实到 我们的一个作为上面 我觉得这个里面 这个是比重问题 然后你们 如果今天真的还有一个专责办公室的话 那你还可以多多少少做一些规划了 你如果只是叫行政院找幕僚 那幕僚最后是谁来负责 是我们国发会在负责 还是在经济部负责 经济部 经济部哦 那农业的问题 经济部可以来做吗 那整个各部会都会进来 这有点奇怪 这个是国发会的事情 你看看你牵涉到卫福部 劳动部 经济部 农委会 还有财政部 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整个条例 再思考一下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好 我们谢谢李委员 在这里呢 也要特别拜托一下 那个